也许将来你们可以找一个网站 我觉得这个网站还不错 它叫什么 Python 然后 Anywhere 还蛮好记的吧 Python Anywhere OK 那这个网站的话 这个网站它里面提供什么 就是可以让你什么 让你可以把它挂上去 而且它有支援Jungle 就是说你做好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挂在这个 这个网站上面 然后也就是你写好的Jungle 你写好的Jungle 就可以全部放在上面 那你将来就可以 提供给我们一个短网 一个短网址吧 或者是给我们一个QR Code 那我们就直接可以在上面 让你们写好的程式 这样子是非常棒的 OK 而且这部分它有提供免费的版本 不过我印象中好像免费只有三个月 还是怎么样 它可以让你挂上去三个月 不过三个月目前也够了 我们主要只是做练习而已 OK 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关于你们期末的成绩部分 那我最后的话 就是会针对你们做的 反正就打两个成绩 一个就是你们Jungle的成绩 一个就是你们Python的成绩 虽然是同一个简报 不过我就把它分开两个 当然你可能在你们简报里面 刚开始先介绍一下 你们到底比如说四个人 分工情况如何 让我大概知道一下 我比较好打分数 OK 这个关于期末的部分 应该可以吧 现在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就稍微记一下 那个叫做Python Anyway 你就将来呢 你们干脆如果你想要show 你就直接在上面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自己就把Jungle 挂上去了 OK 另外当然 如果你们有什么新的发现 你在简报里面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顺便分享一下你们 甚至有没有比这个Python Anyway 会有更好的一个网站 如果有的话 你也可以顺便也可以挂 反正我只是提供一个方向 你要挂哪里都没有关系 找一个地方挂上去都可以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继续来看那个 Hallow 4的部分 OK 那Hallow 4的部分的话 就是再进一步 刚刚是那个就是加上网页 OK 所以特别需要网页的结构部分 那我刚刚也有把那个 刚刚那个问题 也把它这个画面照相一下 勾过来 反正就照这样做 就解决了 应该就不是什么问题 我也特别要把它记下来 不然这个问题下一次我再遇到 如果再一次的话 那干脆就下一次 遇到就知道了 OK 所以不经一次不长一次 这个也是一个经验之谈 因为这其实 将来如果你们要从事 软体开发工作 这一条道路呢 其实是相当辛苦的 所以呢 一定要找到一个方法 让自己不要那么辛苦 OK 然后呢 要能够折中取一个平衡点 否则的话 你一定很想放弃 因为处处都是 这个 处处都是问题 这到底谁要解决呢 你要问谁 没有人会告诉你 最后 其实 慢慢发现还是自己要有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OK 所以其实 像我 我 我几乎每一种语言 只要 比较是热门的语言 几乎都写过 而且都开发过 OK 所以 主要它也是 就是 需求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Hello Hello 4 那里面的话就是 除了刚刚 各位看到的东西之外 还加上一颗球而已 我们重点就是这一颗球 但是你要看到这一颗球 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以前的话 你是用网页都插入连结就好了 但是问题是 你不是插入连结这么简单 你必须 先把什么 先把那个球先找到 那你不一定用这一颗球 我要把球放哪里 放在云端白板这里 这边有个ball 有没有 请你先把它下载 但如果你不喜欢这颗球 请你自己去找 它叫ball.png 有没有 这个球要放在哪里 要放在我们的 那个某一个耕屋里面 不过你不能随便放 你不能说放 哎 放templates 可不可以 其实如果抓得到也可以 OK 不过习惯上 我们会给它一个固定的位置去放 叫Static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会再需要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目录 叫做Static 名称的话 当然不见得要叫这个名称 可是习惯性会叫这个名称 OK 但是以我的习惯 我也以我的经验 就是尽量我们还是先按照标准来 好千万不要 就是有的地方即便好像可以 但是你会发现很容易就出一些状况 你就无法handle的话那就麻烦了 OK 所以我们就把它怎么 在Static底下再增加一个叫Images的目录 并且把这一颗球怎么样把它复制过来 所以我这边已经有做好在这里 这一颗球在这里 OK 当然你会发现底下还有不是球的东西 反正以后的话 网页里面一定会有其他的图进来 OK 让我们会做 让这个网页变得更漂亮一些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先建一个Static 所以在Src上按右键 new一个furter 然后在Static底下再建一个Images的目录 并且把它复制贴过来应该会 OK 然后这个第一步完成 接下来的话在Settings 刚刚一样 在Settings里面 跟他讲说我这边又多了一个叫Static 专门放什么 放一些静态的一些档案 跟一些图都放这里 Static 所以要怎么加 一样 所以我也非常害怕各位这一行字打错 因为之前也是一样 只要打错一个字 那就会找不到图了 所以你把这一行Ctrl-C 然后Ctrl-V的话贴到哪里呢 就贴到Static的下面这边好了 Static 这大概123行 所以你们如果要找的话 就找到你们专案底下的那个Settings 这边OK打开之后的话 100 有没有找找看有没有那个Static 不过我看一下下面 在这里Static 那应该要贴到上面还是要贴到下面 请你贴在下面 OK 看一下应该是贴在下面 没错 就是把这个Ctrl-C Ctrl-V 里面实际上就是帮我把 那个我的根目录跟我的Static串在一起 变成一个这个名称的 其实就一个Pace 未来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自己去变化 不过在你还没有这个能力之前 请你先还是不要变化 OK 否则的话会出一些状况 Save一下 OK 第一个的话我们就已经把什么 把那个目录的部分先建好 再来的话就Views 那Views的话里面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一样就是 其实基本上都没赶 把那个Hello3 改成Hello4 这边改Hello4 OK 那Hello4里面的话呢 我基本上 我们就先Views OK 这个Views里面的话 那我就是把这个Views在这里 OK 那我就把Hello3复制一下 改成Hello4 这边改的话 这边这个改一下 其他这个Request 这个不用改 这个也不用改 但是这边改一下 Hello4 OK 然后呢 不过目前我们只有Hello3 怎么办 把它Copy一下 然后再贴到这个Templates里下 把它贴上 然后改成 自动变Hello4 刚刚好 OK 不过刚刚好像有同学打开的时候 因为 你打的编码方式 好像预设它因为是繁体中文 所以会变成你 如果你输入那个是简体中文的话 会变成乱码 然后你一RUN就错了 但是 因为主要环境 我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这个环境是 本身Windows就是繁体中文 所以它可能会造成那个乱码的问题 那Hello4的话 一样按右键 你不要直接点两下 因为点两下它会直接开浏览器 你就按右键去Open with 然后用那个Test Editor 那里面的话我们就要加一些东西 加什么呢 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再加一个HTML的一个叙述 这个叙述里面的话 就是这一行 在HTML下面你要Load什么 跟他讲说我要载入那个Static 然后并且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Image的位置在哪里 OK 所以第一个这个 第二个的话 我干脆整个先Call 我先拿这个来先用一下 这边的话我就把它改一下 主要的话改几个地方 1 改这个地方 head其实可以先不要 除非你要载CSS 那再来就Body Body里面的话就是一个H1的标题 里面我要先有一张图 那有一张图的话基本上 它的图的载入方式 就是这个应该看得懂吧 这个是HTML的标签 imgsrc等于 这个就是它的路径 路径的话你就写成这样子 就是在哪一个呢 在Static底下 会有一个image时的目录 有一个档案 OK 而且特别注意 它前后本来刚刚是两个大瓜糊 现在要一个大瓜糊 里面要person符号 而且这边要是一个字串 它的规则永远都不太一样 刚刚是两个大瓜糊 现在又是另外的规则 所以这个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你还是要照它的规则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它的宽跟它的高 其它都一样 我们就不加其它东西 然后把它save就可以了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 跟这一个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run run完之后的话 第一步就完工 第一步就是请各位先 把这个球先做出来 OK就这个球 球的话大概大小 我是把它改成它的宽是32 高也是32 至于你如果要让球大一点的话 小一点 这个你自己再调整一下 应该这没有关系 只是说后面那个字的样式 我是有再加一些CSS 只是说这个待会再看 OK 所以第一个主要先看这个球 OK 把球先加进来 来 后面先还给各位 加一个球进来 不过待会run的时候 应该也会发生同样问题 就是他找不到halo4.html 所以你也是一样 要把它call html4 到那个根目底下 可以看到吗